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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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更高档的餐厅 他们走到这个酒窖里面 先挑酒 决定今天的要喝什么酒以后 厨师再根据你挑的酒去配菜 但这个是十几年前 现在国际的餐饮业界在流行一件事情 包括台湾 以茶做餐 另外有些餐厅他们还注意到茶的文化 开始以茶入传 就是说用茶 茶汤 茶叶来加到菜里面 去提升菜肴的风味 这中间当然有非常复杂的学问 为什么味道的组合 你配的对这个就是加分 配的不对就是扣分 那现在台湾有一些餐厅 尤其是计划要抢供米其林指南 在里面封神 米其林指南我认为是一个美食的封神榜 想要在里面得心的这些餐厅 开始增加服务 第一个是在餐厅的外面 去设计一个茶的空间 然后能让消费者让食客可以挑茶 第二个就是以茶来配餐 当然了这个以茶配餐 现在更新的除了这个热茶以外 冷茶来佐餐也开始成为一个风尝 这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学问 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机制 那到底他的逻辑 还有正确的方法应该是怎么样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这个茶达人 茶大师 池中宪池老师 因为他最近又出了一本新书 品茶入菜饮美味 副标题是跟着池中宪学参茶 走进视察室的世界 书是远足文化出版出的 池中宪老师呢 过去是我们新闻的前辈 他也在几个不同的报纸 担过总编辑 那包括这个大臣报 然后他也在联合报做过专人记者 然后这几年呢 投身置入于这个文物的研究 还有茶的研究 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的专家了 我们新闻同意要出来做茶的有专家 做咖啡的也有专家 那我们今天特别请到池中宪老师 来我们节目现场 跟我们来聊品茶入菜饮美味 老师好 主持人好 刚刚听你这个开场白啊 就知道真的是美食的达人 而且是专业 因为新的流行总是会有一个嗅觉 那这个嗅觉一定要有敏感度 那刚刚提到说世界潮流 比如说我们到 我今年才到巴斯克 几个三星的米其林餐厅 他们在最后餐的时候拿出来是一个 除了wine list也有tea list 对 那这个中间呢 就充满了吸引力 因为从西方到东方 我们东方的茶充满了神秘 可是呢又充满了魅力 那在这个过程中 就刚刚主持人所提到 他其实是有一些方法的 那这些方法其实还在一个 尤其是台湾人或中国华人圈 就觉得喝茶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喝吧 然后那个餐来以后 就是给他解腻 然后能这样就叫茶餐吗 还是说菜煮好 又把茶丢进去煮一煮 那这个也叫做 这个以茶入菜吗 其实不是这样 因为这里面有很多的基本盘 你一定要去了解 尤其是茶叶这个部分 其实讲到以茶入菜 其实千年前就有了 对 中国以前有很多传统菜里面 几个菜系里面就有以茶入菜的 里面最有名的龙井家人 对不对 那也有一些 然后这个大概在二三十年前 台湾也曾经一度有一些这些 这些做茶的人 然后用茶来制饼 然后来入菜 对不对 对没错 对不对 那这个就是像北部的文山地区 或是木炸 那他们甚至也还有鲜采这个嫩芽 裹一个面粉去炸 对 那也有这样的一个美味 那我觉得这个都很有趣 那我觉得将来就像我们主持人 他对于美食的这个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观照点 那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如何提升 尤其是台湾的茶叶 他怎么从一个很简单的泡饮 刚刚也提到说温度 其实茶叶的基本盘有几个 我觉得有几个要去关注的 第一个就是说茶叶的种类 它其实按照发酵 不发酵 从绿茶白茶黄茶到青茶到全发酵的黑茶跟红茶 那这个光谱里面的每一个茶的滋味 又牵涉到烘焙的这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能够先了解这个 就是知道说它里面释出了丹宁 到底多寡 那这个丹宁就会影响到食物 对 食物本身 那食物我们又大概有分肉类鱼类 这两大类 那这两大类在wine pairing里面就很简单 说这个红酒红肉白酒就海鲜 其实呢这个是很粗略的发分 已经现在这20年来已经破了 对打破了 比如说你日本料理配Burgundy的红酒也很搭 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去出发 去思考说 茶到底在这个部分有什么样的定位跟可以去解构食物 所以第二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如果只是把它当解腻来看 其实也太简单了 因为茶叶有这么多的多元性跟它的茶种 那每一个茶种包括说我们泡出来的温度跟它的这个喝起来的温度是不一样 比如你泡用100度泡跟90度泡 以及你用40度喝 这两个中间的差异性其实就充满了变化 那第三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其实在谈参茶的时候 我们很多人会说那你是不是要把酒杯换掉变茶杯 我说不是 酒杯跟茶杯是可以共像奏鸣曲一样是可以共鸣的 他在餐桌里面他就像一个旋律一样 他可以同时配酒 可以可能红酒也可以sake 那也可不可以放华人所流行的茶叶呢 当然都可以 那这个里面就是要去细挑每一个餐的一个味道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说 现在很多人是拿酒再来调菜 调菜不是菜来配酒 那这个就是他先以酒为主 这就是一个更高层次 而且就是懂行的人在吃饭 那茶叶也是一样 就是说你今天餐厅要做这一块 可能我这个书以写 很多人已经开始去注意说 我也有试茶师啊 那就把餐厅就拖黑了一个茶车 上面摆满了各种茶 给你选啊 那个我觉得不算 那个对你讲对了 这个其实他只是做到一个皮而已 连毛都还没开始 为什么这么讲 因为你在泡茶 在中国也流行很多的茶艺师 现在也有一些餐厅 他就是在外面摆个茶座 做一个很漂亮的小姑娘 现在多数都是这样子 对那他只是泡茶给你喝 可是至于刚刚我们所讨论的 茶餐这个概念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在西方的这个食物里面 不管是中餐西餐 这里面都有很多的所谓做菜的一些 包括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菜系 你广东菜跟江浙菜 就完全不同的系统 那你茶叶是可以 就是一种茶全部都可以配吗 其实这个是有它的精致度 不容易了 不容易 但是我很多人也是同样问我一个问题 说那你凭什么说 你可以 因为你懂茶 你就懂食物吗 我说我不是完全的 否认这个问题 但是我可以承认的一点 就是说我花了20年时间 去了解各种食物 那从比较浅显的说法 就是说一百颗星星我都吃过了 所以这个吃的过程中 我都带着各种茶跟好奇心去 test 然后呢 不管是发餐 一餐 或者是我们台菜 酒家菜 等等 我都去做了所谓的tipering 所以归结出来才写的这本书 你可以去参考这本书的基本架构是茶出发 然后呢前面是谈到的就是餐跟茶中间的和谐 跟他的共鸣 也就是他味蕾的一种新的惊喜 我觉得其实现在比较先要建立对台湾或是华人世界 喝茶的民族 现在要建立的一个是茶的这个风味系统 就必须像西餐 西餐你今天在喝酒的时候 他会跟你讲 他会跟你讲 因为要表现风土文化 对不对 然后这个里面有什么什么味道 一下讲泥美味 一下讲香草 一下柠檬味 花香蜂蜜 一个酒他可以讲几只种味道在里面 因为喝茶是很主观的 大家很多人喝了十年茶 他就听不进去别人讲的 因为他觉得我喝了这么多年 你凭什么讲这个 那是非常自主性 我也承认有这个现象 但是呢 我因为这样我就用一个理性的基础 感性的出发 理性基础是什么 我研发了一个APP 这个APP叫建茶 那我用风火轮的概念 你可以打分数 五分为满分 出来又会有感官地图 然后这里面的分数 可以让你自己去做私人记录 可是他里面有没有 就是说 你不要讲世界茶 我们光讲一个台湾茶 其实台湾茶就是世界茶了 台湾茶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风味 要怎么样先去培养跟训练出 你对每一种不同茶叶的 像老师刚刚有讲到 绿茶白茶黑茶黄茶红茶 对不对 每一种类别里面又有很细腻的区分 它的风味会因为 因为你揉拧 烘焙方式的不同 会产生不同的味道 甚至最后余韵也不一样 所以你必须要像一个高级的嗜酒师一样 喝过非常多的茶 然后建立一套系统以后 对味道这件事建立了一套 你要讲什么 味觉光谱吧 建立一套这个价值系统以后 才能够去配 因为菜也有风味 菜也有味道 然后不同的菜有不同的温度 不同的茶有不同的温度 你在做这个搭配的时候 你很精准的去命中 哇那个就是加分 所以你刚刚讲到这种 我现在就是做一个建茶的APP 就是说我把茶的六大类细分 然后我大概会分三大类 一个香味 一个滋味 然后韵味 那香味就是aroma 就是我们用酒的概念就很清楚 那他可能有花香跟果香 那我在做一个 试茶室的一个制度的时候 我就先让你先了解茶 可以就刚刚主持人所调 你要先会把这个东西讲清楚 对嘛 你才能够吸引消费者来 对嘛 那为什么他要花钱 而且你要讲对嘛 你现在喝这第一口 用舌尖去感受 对 或是用这个口腔上饿 然后最后要导引他说 你又没有一股淡淡的蜜香 如果你讲了根本就没有 我力气的共享 对 所以你讲到一个很核心的价值 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成立一个国际视察师的学院 其实我有一个 这也算是我一个对茶的一个passion 就是说我希望他能够在华人地区建立这样的一个系统 那这个系统要透过一个教育跟传承 对 所以就刚刚主持人所提到说 我一个服务的人员 四九是可以讲得很清楚 这瓶酒产地风貌等等滋味 那茶呢 茶你泡出来 摄氏度不一样 你的这个冷热不一样 味道就不一样 那其实呢 我现在在帮一个饭店呢 他其实他们就是把他们的中餐西餐的人 接受我这个视察师训练 我训练的有列了18个堂课 我们进一段狗号带回来 这个老师怎么样去训练这个一个餐厅 好了我直接讲了 雅度励志饭店 因为这都好朋友了 他在建立这个替他的中餐 还有他的发财 因为现在他找了一个发 日本人 日本人呢 这个是五十年的发财餐厅 中间一度停业了 然后这个第一次首度非法国人主持 然后这个日本人对台湾茶 非常非常的这个有兴趣 他研究了很多的菜 都是喂茶而生的菜肴 所以现在再请到老师来帮他去设计这个茶单 那相信啊 慢慢慢慢就会有让 更让人惊艳的这个配餐出来 我们进广告待会儿 老师要跟我们讲 怎么样把这个系统建立 因为为什么 我觉得这里面除了要训练视察师以外 我觉得还要训练 制察人 待会儿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现场的来宾 品茶入菜迎美味的作者 这本书是 这个远竹文化 对远竹文化出版的 品茶入菜迎美味 作者池宗献老师 他过去是媒体人 但已经离开媒体很久了 然后一直在投身在文物 历史文物 古董 还有茶叶的研究 那现在他更 凭着一股热情啊 企图去替市场去建立一个 品茶建茶的机制 希望华人世纪的茶 能够像西方人的酒一样啊 有一套非常完整的系统 你单独的错饮 或者是以茶入菜 或者是以茶佐餐 都有一个价值体系 然后风味 滋味 韵味啊 这些东西啊 能够有个价值体系 我觉得这样子才能够让茶 继续喝茶五千年 那这样才能够建立系统 而且让西方人 比较容易进入这个世界 其实不要讲西方人 我们喝茶其实也很少去 就好喝 很香 没有啊 然后后面又问说 一斤多少钱 对 好喝 很特别香 了不起再讲一天 不一样 你的茶不一样 一定很贵吧 没了 对 所以我觉得 这本书的一个利益 是希望用茶去做出发 所以我同时建立刚刚提到的APP 让它变成说 我们一般人可以去download 可以可以 就是打键 键茶就好了 键定的键 茶 茶叶的茶 那你就可以直接 就完全free的 你就可以进入 那进入以后呢 我们有分六大茶类 你可以先点选 点完以后呢 你可以按照你私人跟公开 有两大类 私人就是说 你自己喝 你自己做记录 所以你的手机 永远就会有一些 你喝茶的记录 那你喝了一百种 你就会变成很专业 做一个数位笔记 对 你的database就很多 可是没有办法 为什么 就是那些字眼 我没有办法精准的去 弱那个字眼 比如说 你喝跟我喝了 好了 我们讲红玉了 我今天喝了一杯红玉了 你要写笔记 跟我要写笔记 那个就不一样 我们还是要有一个 共同的系统吧 所以你刚刚讲 就是一个共同语言 对 那这个共同语言 我们就用五颗星去评它 不行啦 就是说它的分数 我们打的分数就是一个 就是这样的概念 当然你 因为你是很内行的人 一般人他其实 很难去用一个 很简单的语文去说清楚 是因为 那个语言里面本身 它可能有很多 用词跟用语的差异性 对 那我们现在不要把它 那么复杂化 我们现在就是说 你的直觉 你就个人品错经验 对 然后就是这样 好喝 三星 对 那 超好喝 五星 就像你搭Uber 对不对 你说这个服务是五星还是四星 你就是你个人的主观 好 但是呢 我们会有一个公开的 公开就是说 比如说这件 这个茶叶 比如你刚刚提到红玉 我们一百个人 给它评 评分以后呢 我们来加全算 然后或者再透过专业的人 再放进去一些分数 就一个就是一般人的 对 你自己做这个消费经验 对 然后另外 你讲得很好 叫消费经验 对 那这个品颖的消费经验呢 它有个基础以后 再来一个是群体的一个 一个大数据来分析 那我觉得这样选出来 才会比较客观 是啦 就因为现在很多人就说 我选了就算 其实那不客观 因为就变数太多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的系统 会跟传统茶叶比赛系统 会慢慢的区隔出来 因为那是几个评审在评 对 那我们现在是一般 你不懂也没关系 你不懂你就像搭车 这比较市场面 比较务实 对 那这个之外呢 其实呢 我有建立一个教育系统 对 你假想看 我教育系统在这个书的后面 书里面第几页 我最后一页 你怎么放在最后呢 最后一页是一个 因为这不是书的内容 就是我训练了一个叫做 清香课程 秀芽课程 甘醇课程 那这个呢 每一个课程里面就是六堂六堂 每一堂两个小时 那我上课的人在亚都饭店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训练他们的人 所以这个场地呢 我就在那边应用 他哪个厅 在那个巴黎厅旁边 我知道 一个salon salon在里面 那大概20个人 所以呢 我大概上个礼拜 我已经训练两个梯次 那就是第一个学程 那这个里面很有趣 我有做考试 比如说我考水 五种水让他去平配 十个杯子 结果呢 也很有趣 他们其实学习力很强 包括四九师也都来了 都来参与 然后包括他们的干部 那我觉得这个意义在哪里 不是在考试 而是在建立一个 感官的敏度 对 就像刚刚主持人所提到 如果你都讲不清楚 或者你自己没有feel 对 你怎么去引动这个消费 所以我把这个系统建立以后 让他去感受说 你的味觉 就刚刚你提到了 舌尖的甜味 两边的苦跟舌 那如果在这个 瓶饮的过程中 水了解以后 茶进来就更容易了 因为水 水现在是这样 日本都有 有瓶水师 瓶水师 没错 现在每夜贵专精 分很细 油有品油 对没错 那个 烦死了 对 不过这个东西就是 我觉得资讯的发达 会造成这样 世界的改变 我们过去在媒体 可能就是一个报纸 现在自媒体 比报纸还厉害 可是老师你这样讲茶 这个变数又来了 我们刚刚讲 茶叶本身 前段中段 甚至左半右半都有茶 对不对 然后采摘时间 风土 阳光雨水 排水 然后再来就 揉碾 烘焙 对不对 发酵 好再来 冲泡也会影响 那冲泡又来了 冲泡的器皿 冲泡的温度 冲泡的水糟糕了 你的问题在这本书都有 全部都有答案 全部都有答案 比如包括我们刚总结讲说 那些变数 就是天地人 跟做酒一样 天地人 天就是 天石 就是你的气候 比如说我们一年有 台湾有可以采茶六四 然后春天的茶跟冬天的茶 什么不一样 台湾采茶六四 六四到七十都有 那最好当春跟冬 那再来就是地 土壤 土壤 比如我们讲茶叶的三头气 很多人会来问我一个事情 说你这样闻就可以闻得出来 我说闻跟喝 可以喝出他土壤的一个 那道行很高了 你常常喝 常常喝就可以 那你胃坏掉了 没有 我其实呢 这个有一个小诀窍 这跟喝酒跟喝茶的 先吃点东西 不是 他不要全部吞进去 他只是在嘴巴里面打一个浪 你这样太辛苦了吧 不会 那个就是一个 你不喝进去 没有 你喝第一口 如果好喝喝进去 不好喝就不要再喝 你这样会被人讨厌 没有 所以我就自己去 景德镇做了一个汤食 是个圆汤食 我就摇起来闻 闻不好喝 就把那个汤食的水倒掉 得罪人 因为那个很专业 不行 我这样请池老师吃饭 然后我找了一个 这个米其林三星餐厅 他有这个 然后这个池老师 穿了个袍子 带了个帽子进来了 老师 今天我请你吃饭 这个三星餐厅 一个人一万六千八 什么 一个人一万 对 一个人一万六千八 而且他们有tea pairing 老师就说好 那第一道菜来了 然后那个茶上来 老师也不喝 从包包里面拿了个汤匙 咬了一口 这个 糟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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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啊 不会 这个 这个画面 其实是很有趣的 当然 这个其实就是 可能每个人会有另外一个影像 就是OS影像 对 像你刚刚讲就是说 可能我内心是这样 可是呢 我实际上不会做这样 不会对 还是要礼貌 第二个就是说 要尊重别人 因为一个人的口 所以我刚刚讲平静很重要 就如果你是一个主观的 你会隐盖人家的功劳 所以我刚刚讲说 APP就是说 我们应该是很客观 大家来评 这有道理 那我个人可以这样 我一个人可以 可是你不能用一个人的意见 来解释所有人的想法 对 而且我刚刚是举一个极端例子 对 那今天今天中国人 华人呢 客人到你家来 坐请上座 凤茶 对 这个东西已经不是 茶本身好喝不好喝 对对对 他就是一个礼数 一个礼数嘛 没错 对不对 他就是一种传统的文化 对 我热情接待你 对不对 所以那个喝茶 其实是拿开水出来 他也是拿水 意思一样 对 他说我喝茶 那其实是开水 而且我们传统也不讲喝茶 是讲吃茶 吃茶 那个吃就是古字嘛 对 所以那个吃茶去 那个吃在宋代 那个茶是 把它打成末 打成末 然后连茶一起喝进去 那就是日本人学的嘛 对那吃茶嘛 所以现在也很多 在中国很流行宋代怎么吃茶 那其实呢 他们沸沸扬扬 在把这个产业搞出来 比如包括黑幼茶展 竹鲜等等 那这些东西又是跟我研究的这个 领域有关 那就发现说 一个产业的流行 一个带动 你看茶叶 讲一个宋代 遥远的一千年 为什么它会蓬勃 是因为每个人有这样的一个好奇 第二个就是产业面 它因为配备这个 比如说 一定要商业进去 对 它的茶叶的制成 它就刚刚你提到说 它制成 它不是只有传统而已 它可能就把所谓的绿茶 白茶化 然后另外呢 有竹鲜 又有碗 然后在泡的时候 又摆出一个样式 他就表演了 日本人这个抹茶 是根本就跟宋代学的 没错 我写过一个 我办过一个 日本一个千利修的后代 千宗寺来台湾 我做了一个演讲 叫做宋徽宗跟千利修握握手 可是他们两个是差五百年 然后把那个文化跟历史 拉过来 然后去谈这个角度 这几年呢 因为其实这个东西 我在02年就已经写过一篇 五万字的论文 谈这件事情 那在历史月刊登的 后来呢 这个我在苏州 在东欧 我都演讲过这个 那这个部分就是 我让宋代的东西 重新再现 这几年呢 有很多人谈这个 可是他们谈的那个角度 有时候跟 他们都会用大观察论来谈 可是这个实际上呢 这个大观察论就讲 跟他现在用的茶 他讲白茶 其实是一个绿茶 错了 他们弄错了 他就把现代的白茶 拿来当作宋代的茶泡 其实当时讲浮花泛绿 乱与斩 这个浮花就是 他上面的皂树 是白色的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把抹茶 茶叶抹成粉以后 用竹显集佛 对 把他的皂树 上面的皂树打出来 会白白的 打成一个缝 就是现在我们讲的泡沫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乳末 就是乳末 也就是我们讲 拉 那个 咖啡 拉花 对 上面那个乳末 对对对 你打里面有空气 但是现在就会把 那个解释成白茶 这是一个历史的 那不对了 所以历史的一个美丽的错误 那甚至有了用普洱茶的窝堆 在上面写字 那宋代他讲这个茶 普洱茶怎么写字 他把它弄成粉 然后在那个白沫上面写字 而且姚舜先生这样学 可是我觉得老师 不管怎么样 如果我们把古代的每一种 我觉得它是一种风雅的游戏 是 品味的游戏 如果都慢慢慢慢弄出来 然后让西方人 哇 那我们就成功了 所以这个 T-Pairing就要做这个 除了我刚刚讲的说 我在训练四茶师就讲一个概念 你一分钟 你可不可以把话讲清楚 你茶叶的产地 产季 风味 30秒讲一个 然后再器物 器物是什么 你用的器物 因为这个器物也是美 你看我们在日本吃很多 它的高级的餐厅 他会跟你讲说 我的器物是什么烧什么烧 那我们现在吃完 台湾这一块也缺 对 那这个是要训练的 就是我在文物的陶瓷研究里面 我觉得你看日本的这个鲁山人 他就是一个陶衣家 他晚年就是做陶衣 然后做吃的 他本身也在日本餐厅里面做过菜 做厨师 又是一个陶衣家 又回过头来 然后他就两个结合在一起 那其实台湾有很多产业 包括陶瓷 还有所谓的餐 都应该朝一个新的方向去走 那这个方向 规矩有两个角度 一个是茶 那茶不是这个陆菜 应该是他能够变成酒一样的概念 把酒杯 不要说把它取代 就共存 酒杯跟茶杯同时存在 我们不要说把它取代 因为其实去餐厅吃饭有两个情况 一个是喝酒 一个不喝酒 那不喝酒 你用茶介绍给他 也是用喝酒的方式去服务他 我觉得这个消费他可以接受 可是老师 我觉得你讲到器皿这件事 我有个观点 就是说西方人 在这个品酒上面 用什么样的杯子 比如说窄口宽口肚子大 或是细长 他们其实是有科学精神投入 因为它会影响风味 那既然西方已经做了 我们何不就顺势打折随棍上 你讲得很好 也是因为这样 我像大家都知道redale的 那杯子它有一个折射 它的课我都全部去听过 对嘛 而且它现在最新的已经不拉脚了 就直接摆桌上 对 就是没有脚很好带 那随意杯 那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我写过一本书叫茶杯 整本书都要讲茶杯 那我是从唐宋元明清 从文物的角度去看 我们再进一段 待会儿回来 老师再跟我们讲 喝茶用什么杯 我的理论是说 西方人已经 做了这么深度的研究 我们何不就打折随棍上 让西方人有更多的乐趣 把他这个透明杯里面的红白酒 换成了金黄色的中国茶 这会不会更容易打进西方世界 待会儿来跟老师请教 来我们继续跟品茶入菜 饮美味的老师作者 池中献老师 这本书是满远足文化出版的 远足文化出版的 我们今天聊的是中国茶 茶跟餐的关系 茶 这当然这里面学问太多 其实这个学问我个人觉得 你可能花 如果把它当一个专门的研究的话 可能花两三年 你才能够慢慢慢慢的 进入这个世界 然后当然那是非常专业 但是我觉得深入 但是要浅出 然后用一个生活美学的概念 生活美学的态度 去认识茶品味茶 然后了解茶的性 了解茶的味道 然后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加分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那上个阶段我是跟老师讨教 请教说 喝茶当然以专业达人老师的立场 喝茶要有很多不同的茶杯 那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西方在喝酒上面 老早建立一套 喝什么酒用什么杯子 早年是说 红酒杯白酒杯香槟杯不一样 现在已经进步到 不同的葡萄品种 都要用不同长相的杯子 成年酒跟年轻酒不一样 那他们有一套体系了 那我的意思说 如果我们今天想要很快的进入 甚至去影响西方人的话 甚至以茶佐西餐的话 我们何不打折随棍上 就用一个同样的逻辑 然后把中国茶放在倒入 注入灌入这个西餐的酒杯里面 所以这个部分就引动一个 另外一个产业的可能性 对 因为现在喝茶这件事情 大家茶杯子会说 哎呀防卤窑的啦 就看美美的 其实那个还不够 我们从陶瓷的这个专业来讲 分四个角度 第一个就是它的幼药 第二个就是它的胎土 第三它的形质长相 第四就是烧结 那这四个环环相扣 也就是说你这个杯子 透过刚刚讲四个原因变数 你把它烧结出来 掌控好 你的杯子可能说我这个杯子就是给乌龙茶喝是最香的 给普洱茶喝是最纯的 那这样东西就刚刚主任所提到西方人也好东方人也好 我在吃这个餐你这个杯子拿出来 它就会有无限的一个吸引力 那这个也可以 而且那个你 连带它的产业 你说那个四茶师也要讲得出来 才会让他觉得原来 所以刚刚讲到酒 比如说我们在讲这个酒的这个杯子 那么多的杯子 那大部分大家就会看得懂 就是说如果你拿那个 那个快炒店的那个玻璃杯来倒香槟 那什么那什么概念 不是 那喝黑松沙士 你不要这样 对那所以香槟 比如说用香槟 现在又流行用白酒杯来喝 它就是老的香槟杯 用白酒杯 为什么 因为它没有太多气泡 所以它效果更好 更香 那茶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 所以我写了一本书叫茶杯 美的开始 也就是说我研究六大茶类 你到底出了多少 大概跟茶有关大概40本 都全部讲 所以你在问我在干嘛 我就在做这个事 40本 对 比如我茶杯写一本 我乌龙茶写两本 普洱茶写一本 包总茶写一本 五一茶写一本 累死人喔 没有所以 你有兴趣 一头栽进去 对对对 所以你在问我忙什么 我就在忙这些 我每年 我每年 大概有一本书到一本半 在出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在把这些 大概二三十年来 我的最大的兴趣 我就把它变成 真正可以操作 那现在比较高兴 就是今天上这个节目 就是说 因为我觉得 如果你只是做理论 或是说你做一个著作而已 我觉得 它可以影响 太遥远了 可是那个有点 有点太遥不可及 对 所以我觉得跟餐去结合 最务实 入室一点 然后这个入室里面呢 又有精致度 就刚刚提到的生活美学 对 那也可以影响西方 所以不管它叫做私房菜 或是米其林餐厅 它能够把茶放到里面 去做pairing 那我觉得 这是一个 未来的一个 平饮感官的另外一种提升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老师啊 你有没有研究 古代的茶器 有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我不晓得古代 有没有这个 为皇帝奉茶 释茶 调茶 葱茶的这个 一个官啊 他是在他的 我们从清代来讲 他有一个 他烧桃池叫照办处 对 那他放茶叶地方 有一个就是 烧桃池有个官窑 好几个官窑了 官窑就是锦德镇为主 那他有一个 有一个专门的单位 在做这个 那茶其实也有 他等于是跟他饮食放在一起 所以 那就丢在御膳房 那个系统里面 所以呢 他的茶叶 他每年是有进宫 我们现在从清宫的旧党里面 找出一些资料 就是说 每一年从中国各地的产茶 都会进宫 那皇帝会批语说 这个多一点 这个少一点 那个记录都还在 那就非常皇帝 个人主观了 对 他最大 现在不可能那么大 所以我觉得 这个时代已经过了 可是我觉得 透过我们刚刚所讨论的几个角度 我觉得可以做一个我自己的心得 然后第一个就是说 我们用理性做基础 感性出发 所以我建立一个科学的 用APP去做评鉴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在餐厅部分 我们去建立一个所谓叫四茶室制度 对 我透过十八堂课 三十六个小时 我让他很实用的快速 能够运用在他本身 可是他要有点基础啊 他如果今天对茶叶没有基础 所以他现在课堂之外 他得到处找茶 对 然后喝记录 喝记录 他才有一套系统 所以我在这个 我这本书里面有提到说 四茶室的第一步是什么 就是你要好奇心 好奇心 他要有一个动力 然后你的敌人是谁 就是你自己 因为如果你没有好奇心 就就完了 你就要一直喝一直喝嘛 我看过台湾最厉害 我最佩服的那个 那个研究酒的了 哇真的是好准 每一次国际的盲测 对 那真的是 他连年份都可以写出来 是 就人家可以喝 什么品种 什么产区 什么年份 哇这个太厉害了 茶也差不多可以这样 那因为茶比较麻烦 太难了啦 他因为他没有正一个 正式的level 或者是说年份 他可能就比较 比较在模糊里面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概念 就是三头七 三头七就是说产地 就是说我们在建立一个 品茶入菜的饮美味 这个观念里面 也可以听众朋友分享 就是即便你说 试茶室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又不去做餐饮 不是 试茶室是你自己给自己 自己做自己的试茶室啦 对 而不是一个说 我到餐厅才要 才去做 所以我们这一个 核心的一个 核心的论点就是说 如果你把你自己的味蕾 建构好 你能够去对六大茶列的三头七很清楚 你买茶不会买错 你喝茶会喝得非常有趣味 然后你进一步再跟餐饮去结合 我觉得你的人生会不一样 真的没错啦 我是觉得说我们不管任何行业 这个送朋友茶叶 这个也是一个最盛行的一个风俗啦 我们伴手里里面 大概茶叶站的也很前面 那今天朋友送了茶叶来 如果你自己在家里 像老师讲的 你自己当自己的试茶室 对 你有一套价值系统 你喝的时候 可能你的柜子里面 摆了各种不同 有的是用 洗脖子抽真空的 有的是用罐子的 有的是你慢慢慢慢就会找出里面 其实很有趣的 是 很多人是根本就是买了 也就放在里面 或者是存在那里 那会不会这个时间越久 它越有价值 以前是时间久去把它丢掉 后来我写了一本书叫成年茶运 对嘛 专门讲说茶怎么去后发酵 age的概念 可是我没有age 它抽真空我放在那里 弄得紧紧的 如果你需要它慢慢的氧化 那怎么弄 那你其实不要把它抽真空 那有些茶适合 有些茶不适合 所以我觉得 试茶是概念 并不是只有告诉你说 你去餐厅 听一个新的行业而已 我觉得它广义的解释是说 你自己建立自己的美味 这是华丽变身 就是你以茶为师 你尊重茶 你以茶为师 那华丽变身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茶会变得更华丽 然后更有味道 更有味道 对 而且你就不会浪费那些茶 放在那里 每天等着它 可能你害怕它坏掉或什么 那我觉得台湾的未来 这个茶产业跟两岸也一样 就是华人地区 如果能够真的把茶这一块 我觉得我们要赶快了 赶快抢到这个发育权 然后在世界上发生 建立这个系统 要不然的话不要多久 日本人已经拿去弄了 对 他们很厉害的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待会儿来请老师跟我们讲 大概的讲一下 市场最普及的茶 我们接触到最普及的茶 最适合跟什么样的餐来搭配 来我们继续跟池宗献老师 池老师是品茶入菜 饮美味的作者 跟着池宗献学餐茶 走进试茶师的世界 池老师一直在推广 茶的学问 茶的文化 茶的品语方式 茶的辨别 见茶品味系统等等 现在他更有一个更大的使命 去为台湾建立出一群试茶师 然后让中国茶 能够在世界被更多的人认识 那我最后最后一点时间 请问老师了 就是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什么茶配什么餐 用最简单的 然后呢我们 就是说一般人到餐厅里面 当然是吃一些难吃的 难吃得到的菜 但我们在家里面了 你让我们先练习学习 比如说这个 随便讲 比如这样讲 比如说我们台湾喝最多 就乌龙茶 乌龙茶 那乌龙茶你就 配什么菜适合 乌龙茶你要分两个概念 一个是高山茶 清发酵 那就鱼类 鱼类的 鱼类 然后那个就是比较清淡的 包括素的都可以配 甚至呢你有一些清汤 你喝一半以后 再加点茶汤进去 会有另外一种味道 高山的 高山乌龙 就是1000公尺以上 倒在汤里 你汤喝一半 比如鸡汤 鸡汤 鸡汤喝一半 然后你放进去以后 那个鸡汤会产生不一样的变化 为什么 因为鸡汤有一个 鸡汤的一种味道 有人很喜欢 有人有点不怕 怕那个味道 不会 我好喜欢 越浓越好 对 那有些人觉得 有个汤味 你可以放进去 可以调出另外一个滋味 有加成就是一加一等一三 鸡汤还有澄清的 康松妹式的 也有那种浓的 像季元的那种 对 季元那种加最好 那到底 那可是问题是 它不一样呢 对 所以我刚刚讲到说 清淡的用 清发酵的 那我第二个要讲的就是 所谓 有一点烘焙的 烘焙它可能 我们讲的像洞顶乌龙 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蜜香乌龙 或者是好像这种 中度发酵的 它三到五左右 还有它的烘焙多一点的 比如说也是差不多三到五左右 三到五是什么 是它的一个烘焙程度 我们从零到十 大概中间这样 那洞顶乌龙这种烘焙多一点的 那你刚刚提到比较浓烈的 放这个烘焙比较多一点的 清淡的放清香型 跟烘焙也少了 那它的效果会完全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常会会吃豆腐好了 豆腐 豆腐做法又很多了 比如说我们煎豆腐 煎的 煎的 那你就用刚刚讲的这个烘焙的 老皮嫩肉 那那个就用清香的 你出一个菜我配个茶 牛肉面 牛肉面就更有 清炖的 那我们当然就是把清炖 用清香型的来配 那如果是红烧的 我们用焙火的 为什么 因为你如果是很轻的茶进去 逻辑出来了 进去的这个红烧的味道就被吸湿掉了 好那这个番茄牛肉面 番茄牛肉面 它有点酸酸的 我们就可以用一些像东方美人茶 它有点甜味 东方美人茶有甜味 然后它喝进去很甜很水 那番茄又带一点甜 对 那这个香刺下 对 它的效果会更出来 而且包括你番茄用的是 哪一种番茄味道 会更 更 更把那个效果 比如说你用的是 陶太郎或者是 蚝器 那就不一样 那就不一样 蚝器甜 甜 那你加了那个 我刚刚讲的东方美人 或者是我们有一些 乌龙茶 它故意把它做成蜜香型 像红茶类的 哎呦 考不到 来 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辣 对不对 那很多吃辣东西 就不能够加这些 清香型的 包括刚刚讲那些 要种味道 对 那这个就是用普洱 用普洱茶 只有普洱扛得住了 普洱茶的清柄 东方美人扛不住了 东方美人就会被它盖住 完全就不见了 那窝堆的也可以 窝堆的普洱 就熟普洱 其实是可以 其实都要普洱系了 对 那这个就是说 每一桶系统 它可以搭不同的 那比如说 我们台湾的九家菜 这乌鱼籽好了 乌鱼籽 等一下我来 想一想 乌鱼籽 咸鲜香 对 乌鱼籽它 我们要配的茶 比如说五鱼茶 五鱼茶里面的 它是什么茶 五鱼茶也是清茶系统 真的吗 对 五鱼茶就 我以为它要红茶了 没有 红茶不行 红茶下去 那个乌鱼籽 那个软的感觉 因为我们吃乌鱼籽 嘴巴会黏黏的 对 那个好吃就在那 对 但是红茶去 那个黏黏结果就不见了 那我们要喝的茶进去 就是黏黏的还在 可是会化 牙齦对外会生筋 所以你刚刚那个 软的味道跟茶的香味 这个也要看那个厨师啦 有的厨师人家 本来会黏黏的 就像吃大杂蟹一样 他没有 他把它弄得干干硬硬硬的 普隆公 所以 所以 你刚刚讲到重点 就是在家里 你就可以练习 来来来 我们刚刚讲乌鱼 鱿鱼螺肉蒜 这个很好 这个酒家菜 这个菜又甜 又有蒜苗 然后又有螺肉 也是甜的 那鱿鱼又有一点脆脆 那又有一点腥味 这个就配一个叫做 我们就是把乌龙茶 有一点像被虫咬过 他不能用东方美人 就是有一点 就是接近块红茶 就是我们讲的 贵妃乌龙这一类的 这个东西配进去就很搭 因为它的甜味跟它的 因为鱿鱼螺肉蒜有甜味 对 对不对 然后 然后那个汤汁又是有点酱油 对对对 所以你要把那个茶放进去 不能够被它盖住 然后又能够把它的腥味稍微去减 那我觉得这个茶是很大的 因为我常常试 那个猪肉第一名菜 东坡肉 东坡肉 那它也是甜 也是都是酱油戏 东坡肉有个问题 就是说你的茶叶的色度 不能把它肥嫩的感觉削减 可是我就是要削啊 就有两个选择 你要削 我们用普洱 直接就把那个油腻就不见了 就去掉 那如果你要提味 其实我比较 我比较希望是提味 就是说提味才是pairing 如果你把它削掉就没什么 其实最高明的是这样子啦 吃一口肉 咀嚼完再喝一口茶 对 再回头吃那个肉 对 去敏锐的去感受各种的变化 同时呢 它还有一个 你刚讲的两个步骤 另外一个步骤 我的体会 一起 对 这是重点 对 那你比如说刚刚讲东坡肉 对 我会挑类似像五頤茶 比较清培火的 比如说水仙 水仙清培火的 水仙配到肥肉啊 因为水仙的 它的那个茶叶比较粗 它的纤维质比较多 那但是如果培火很重不行 清培火 那它就把肥肉的那个油脂 有一点淡去 可是又会留在口腔里面 对 那油是香气的来源 相对 那牙龈的那个 我们讲盐茶的盐韵 就是盐石的味道啊 又会产生生津 因为我觉得茶最美妙就是生津 那生津就跟你刚刚讲油的那个美味 对 可以相乘 一加一大一三 我觉得这是我在讲餐茶 品茶露菜的这个饮美味 那我今天最后一个题目 滷肉饭配什么 哈快点 滷肉饭其实我们就用一般的乌龙茶 乌龙茶有分 我们讲有一些放旧了 放旧了 老了 就是说你放在蚌里面 或者有些屑屑 对对对 你去把那个包起来 那个屑屑拿起来 拿起来 然后用开水一百度 快充用蒜的 那那个味道啊 来配滷肉饭超棒 赞 而且有废物利用 我实在是刚刚说是最后一题 再真正这次真正最后一题了 包种茶适合什么 我喝不来 包种茶我怎么喝喝不来 包种茶其实呢 我老觉得它有个特殊的味道 它是因为现在包种茶做的比较清 所以会有个臭清味 臭清味 我不敢这样说 对臭清味没有臭 因为它是有下雨 或是浪清跟揉莲没有做到位 现在的因为它走清香型 所以我们包种茶一般 其实你可以配一些小点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像那些 可是很难搭 像你刚刚讲的 我完全马上脑海里面 那个结婚图就出来了 对你可以配配看 那个萝卜丝饼 或者是一些那些东西 我知道要有色 我知道啦 你知道有一个就是那个味型里面有一个很有个性的 然后用包 啊这样我知道 你一讲 对 萝卜丝酥味 对对 就是就是大了 萝卜丝那个就是有一个清 对 清味 对 然后去配那个包种的那个 那它的香 有道理 它的甜味会出来 有道理 然后萝卜丝的甜味会出来 有道理 而且它里面的小胡椒粒啊 它都会叫胡椒嘛 那胡椒会提味 会串味 就是不是这样吃进去而已 那个会跳 欸老师你书里面有这些吗 呃你这个是 这是那个主持人的额外篇 啊是番外篇 因为这个太细了啦 太细了 不是这个大家才想看嘛 那所以我在做训练就是做这样的 对嘛 我会拿食物 好啦 比如茶叶跟食物去多杯 我就训练最后 我的考试是什么你知道 就选三个菜 比如说你是中餐的 你是西餐 你是日餐 三个菜 然后你选三种茶 就像你刚问的问题一样 去配 然后或许到时候请你来当评审 来评高 这个配的好不好 来给他分数 我觉得这个就很有趣 好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到了 今天的节目啊 你看是不是很有趣呢 池宗献老师 听他这样讲啊 问不倒啦 很讨厌啊 真的问不到 没有人爱吃啊 所以 品茶入菜饮美味这本书啊 在教大家怎么样啊 建立一个系统 然后怎么样走进视察室的世界 我觉得这本书啊 你应该要拥有 如果你热爱美食的话 你也应该拥有这本书 而且最重要的是 我判断 未来一年两年内啊 全台湾 以茶佐餐的这样子的餐厅啊 会风起云涌的在各地出现 所以啊 你提早先认识这个领域 对你的美味品味 是有帮助的 我们今天谢谢池宗献老师到我们现场 谢谢 下次出书跟我们联络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